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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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很多人就是远远的从城郊外赶来聚会 而且聚会一聚就是一天 那么在福建也是如此 这一次大概美金节 他们也没有办法一一的细细的去了解到 他们所有人的情况 其实有些人是远远的赶来 天天陪着我们 而他们各自有各自事业的忙碌 各自有各自的事情 但是他们是非常非常渴慕 我们是不是能渴慕呢 因为如果我们想要得人 无论是得回自己也好 或是我们要得到我们的亲人 我们得把人带到教会里来 那你到教会来 那带进教会来 我们就会去 我们就会去帮助嘛 当然个人把人带进教会来 包括把自己 都要自己认真的去顾念 因为天国临到的时候 有一件很现实的 你在地上 你如果没有用你有限的资源 不易的钱财去结交朋友 在天国没有朋友的 你要努力的去把人带进教会来 你才能够在天上 才不会觉得 才不会产生那种孤单的感觉 那这是过去我们比较没有讲的 不过今天我们要跟教会里面讲 这个天国近了 其实这是一个特别的日子 因为今天是什么 今天中秋节嘛 那这个中秋节 其实有点趣味 有点特殊 因为中秋节还带着台风 所以还有台风警报 晚上是不是能够看见月亮 我们不知道了 所以可能是看不到了 这给我们一个奇异的对照 或者奇异的对比性 中秋节按说是月圆花好人团圆嘛 但是这个台风来了 可能疯狂宇宙 那么人就处在金鹤之中 其实在未来的年日 整个世界 它很可能是处在这样的光景里 这个日子和这些现象 都有它的意义 我们说节旗 节旗是上帝给我们的寓意和照头 这个等一下我们看经文 那么这个中秋节 除了中秋节以外 其实按着圣经明天是进入喜年的祝鹏节 按着犹太人 犹太人的祝鹏节 他们是非常非常重要的节日 应该算是他们正式的新年 因为祝鹏节一共有前后有八天 那么祝鹏节 其实今年的祝鹏节比较特殊 因为明天有雪月 第两年祝鹏节和月节 一共四次的超级大月亮 月亮变红像雪 那么在我们台湾也许看不见 其实在中国大陆在很多地方 特别是在以色列 是看得非常非常清楚的 这圆盘的大月亮 因为它超级大月亮离地球比较近 所以可能会有潮汐的大的现象 那至于世界会产生什么 什么事情我们真的不知道 比方说像你看那个 那个麦家的大清尊士 他才死了七百十七个人 那可能后面还有更多的人 到底会产生什么现象不知道 世界上很多很多事情 正在滚动着 正在搅动着 所以其实这个祝鹏节 再加上这个雪月 圣经所说的月亮要变红像雪 那这是不是一个主耶稣基督 已经要来了的兆头呢 这我们应该去思想的 所以我们面对这个祝鹏节 从明天开始一直到下个礼拜 其实下个礼拜 我希望弟兄姐妹去到福华 因为我们师母的一个同学 他很愿意花钱 很愿意花力气去接待大家 其实聚会一定是吃好住好 而我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信息 要跟听众们讲 因为那一天叫做大和山那日 那一天是这个喜年的大和山那日 其实对我们而言是有很大很大的 这个寓意 就寓表的意识 和启示的意义 那我也不知道 这个谁应该来领受这样的启示 总是我们看到这个所谓的兆头 在创世纪第一章十四节 神说天上要有光体 光体就是日月啦 日月星 可以分昼夜做记号 定节令日期年岁 这个昼夜我们知道 节令我们知道 日子我们知道 年岁我们知道 记号是什么呢 其实记号就是兆头 我们以赛亚书第七章的第十四节 因此主要给你们一个兆头 这个就是记号 有些地方换以为奇迹 所以同女生子 耶稣基督来的时候 产生那样一个 产生那样一个现象 那其实就是让人间 觉得不可能的事情 在上帝手中 它会发生 刚才洪飞在说到 说他听到北京的姐妹 做的见证 其实我们身边有很多见证 如果细细的去讲的话 讲不完 在美军节大概也听到 几个见证都会觉得 是很震撼的 那其实上帝在做事情 有很多会让我们 会让我们不得不承认 这除了上帝做以外 不可能会发生 但是急或是这样子 人的心刚硬到一个程度 可能仍然不接受 所以我们说 其实这一次 今年的中秋节 连带着雪月的祝鹏节 那连带着什么呢 连带着喜年 从摩西去领受 领受 这个领受 诫命啊 以后刚刚好 第七十个 第七十个喜年 会没有意义吗 我们其实是应该 好好地去思想 这个时代 它是一个非常非常 必须要让人去 发出精神去看的 我们上次有跟弟兄妹讲 很多的事件都是 当我们在没有感觉的时候 当我们在正常过日的时候 我们以为每天都一样 但是一旦事情来了 那事情发生了 就来不及了 这个水灾也是如此 地震也是如此 更多的事情都是如此 如果我们没有做好准备 对自己而言 是不负责任的事情 是不尽责的态度 所以我只能够 在我的立场 我只能够尽力地 跟弟兄妹说 每一位都要认真的去想 因为我会常常觉得 有点忧心 就是我们每一次聚会 完了以后 回去大家各自忙各自的 生活没有多大改变 作息没有多大改变 作法没有改变 那我们只是到主面前 来点点名 在以前如果是有时间还好 现在真的不是 很有时间的时候了 所以我们希望大家 能够警醒一点 来注意这样的事 当然好比说弟兄姊妹 他们回去照顾自己的家人 我们中秋节 这我都非常非常的 赞成 因为我们一定要 爱我们的家人 这次在北京 有一个姐妹 那么她是因为 她是因为 她做这个欢迎的工作 她想要为主做工 那我们去到北京的时候 原来她也打算 跟我们一起去参加宣教 然后呢 因为临时有一个很重要的工作 很好的工作 找她 她跟我讲说 我之前是鼓励她 要把她的工作好好做好的 所以她就接受了 接受了 我心中就对她有一点不安 对她有一些说法 后来她也自己承认 因为我说 你要做优先顺序的选择 她说可是牧师 你不是说 如果家里边有人 有什么需要 那你也可以放下吗 我说你这是工作 你要先求神的国 和神的义 其他所需要的都会嫁给你 你如果是为了爱 那叫舍己 为了工作 去选择工作 而没有选择来侍奉上帝 那其实这对你而言 是一个危险的信号 那她也听了 我不知道这么说 你们明白吗 因为没有一件事情 比爱更重要 我如果为了照顾我的家人 那么我把 这个事只有我能做 只有我能够把爱给他 但是如果你是为了生活 为了挣钱 而把聚会的事情 把侍奉神的事情 放在其次 那么那其实是有 拜马门的嫌疑 我不知道 理解这个意思吗 所以优先顺序的选择 你要知道 你做这件事为了什么 为了钱 是怕钱不够用 那是对上帝不信 所以很多事情 到这个时候 我们非要认真地去思想 不可 所以在这个 这个祝鹏节 是有他的兆头 圣经也有一些 这个圣经故事 在新约里边 讲到祝鹏节 只有这个地方 就是约翰福音第七章 当时犹太人的祝鹏节 禁了 耶稣的弟兄就对他说 你离开这里 上犹太去吧 叫你的门徒 也看见你所行的事 人要显阳 民生没有在暗处行的 如果你行这些事 就当将自己 显给世人看 这是主耶稣基督 在传福音的 最后一年的祝鹏节 那么他的兄弟 对他不够信 那么告诉他说 你去 你去到耶路撒冷城去 你去做 做你平常所做的事情 大家都认识你了 那么你知道 第五节到第九节 是耶稣说 我的时候还没到 但是第十节却说 但是他的弟兄上去以后 他也去过节 不是明去 似乎是暗去的 这是主耶稣在世上的 最后一个祝鹏节 他有他的预表意义 我们师父感觉 主已经来了 会不会不是明着来 而是暗着来呢 如果是圣经用那个 来告诉我们故事 那我们真的 应该好好想一想 所以 有关2015祝鹏节的传闻 其实在网络上面 在各地的教会很多 作为基督徒的我们 理当在信心的平安里 给予和宜的关注 我讲得有点绕口 但是意思大家明白 因为有很多话 好比说大家觉得说 美国这个欧巴马总统 可能是最后一任 因为美国可能会发生 大的灾难 防止公园可能会产生 十级的大地震 然后美国会产生 非常非常多的灾害 这些有一些先知在那 讲这讲那 全世界会发生 这样那样的事情 那我们就听听就好 好比说10月25号 听说这个世界货币组织 会发行新的货币 来取代美元 那也不知道是不是 我们就看看就好 我们里边重要的是 与主同在 这些外边的世界 怎么震荡 如果我们有主的同在 是在世上有苦难 在世上有征战 我们在基督里 一定是平安的 这是我们的信 信也一定会实践 但是关键的问题是 我们在基督里吗 我们如何去理解 在基督里这件事 所以今天我们跟大家说的是 如果我们要有平安 那不要藐视先知的讲论 但要凡事查验 这个前提是 要正确的理解 节期 年岁 日子 所要启示的意义 他有启示的作用 对我们 对别人怎么说 再说 如果我们是跟上帝 打交道的人 上帝会借着 外在的一切事情 来对我们说话 更何况是 节令日子 路加福音告诉我们说 我们懂得查验天气的变化 为什么不懂得查验上帝的时候呢 关于讲上帝的时候 我想过去跟大家讲的 你可以去回过头去看 很多事情 它都逐步在展现之中 所以我们必须要去理解 正确的理解 上帝在这个时候 所要昭告的 他的旨意 神的命令 神的旨意发布出来 一定会实践的 而且有一些信息 已经在传递了 已经在显明了 只是 他还没有显明到那么清晰 我们也不敢说 但是我们要注意 不要错过 所以在这个特别的日子 我们今天是祝鹏节的前夕 这个奇特的雪月的中秋节 台风的 特别是台风的中秋节 再跟地上那边说 其实台湾是 绝对是全世界的范围里 非常非常奇特 独特的地方 有很多很多的 这个客观的证据 和神的启示 台湾绝对是 上帝在 末后的日子 他所要用的一个地方 但是 他会首先经历 神的审判 很多事情会发生 所以 前天我跟师母 从北京打电话 问师母说 最近这几天怎样 师母说一天 动震个不停 很多很多次的地震 到底最近地震了多少次 说没有震完 对吧 两天四十二次 那还没有震完呢 因为这给我们的信息是什么呢 我们应该如何去看 然后如何自处 如何把自己放在安全的美好的范围里 这是我们要去思想的 主耶稣 仆人在此时和我们亲爱的弟兄姐妹一起来寻求你的主意 一起来寻求你的启示 我们就特别求你 特别求你在这个奇特的日子里边 给我们需要的警醒的心 也给我们能听的耳朵 让今天上午 讲的听的 一起在你面前 得到你要给我们的启示 特别求你怜悯仆人 让仆人所讲的 是能够进到弟兄姐妹的心中 也能够 不仅是能够救自己 也能够救弟兄姐妹 主爱就求你使用以下的时间 恩高你的每一句话 恩高我们每一个心 听仆人的祷告 奉耶稣的名 阿们 好 我们今天所读的经文 这个马太福音第一章的二十一节到第二十三节 重点是一句话 就是说 以马内利翻出来 就是神与我们同在 这是祝鹏节的意义 而这里边有一句话 说这一切是成就 要应验主 借先知所说的话 这个应验 它是一个满足的意思 所以主的话会应验的 但是他应验的条件是如何 应验条件是什么 而应验的状态又是什么 祝鹏节真正要启示的是什么 这是我们今天想要跟弟兄弟们探讨的 那么 约翰福音一章十四节 这是我们非常熟悉的 道成了肉身 住在我们中间 充充满满的有恩典 有真理 这个充充满满就是刚才那个应验 相同的一个字 而道就是我们的灵 就是我们的生命 它如何使得道充满在我们里边 这个跟祝鹏节有什么 有什么相关的关系呢 也是我们要谈的 我们要这么说 祝鹏节就是预表着 以马内力 以马内力 其实就是道成了肉身 住在我们中间 这样清楚吗 所以我们今天要跟弟兄弟们讲的信息 这个以马内力的应验 也就是满足 祝鹏节的寓意和启示 有应验寓意和启示 以马内力的寓意 到底以马内力要说什么呢 这是寓意的意思 它意思是什么呢 以马内力的启示 它给我们能够使我们看见什么 让我们知道什么 让我们领受什么 以马内力的应验 就是神与我们同在这件事情 能够充满在我们里边 让我们非常饱足 非常的有确据吗 这是我们要说的 那么所以从这个意义上面 我们给他三个互标题 祝鹏节的预表 祝鹏节的真实 什么叫做祝鹏节 你觉得祝鹏节 就是要让我们好像 跟犹太人一样去搭个棚子 那大家去浇浇水 那大家再来待七天 那每年都这样搞有意思吗 如果他没有预表的意义的话 那其实那个只是一些 这个民俗活动 其实民俗活动过完了 都是一场虚空 而祝鹏节其实它真正的意义 就是上帝要与我们同在 但是具体要怎么实践呢 这是我们要讨论的 所以我们先看这个马太一章二十三节 必有童女怀孕生子 人要称她的名为伊玛内利 伊玛内利欢出来 就是神与我们同在 我们特别喜欢常常去宣告伊玛内利 那么最近我出门 我身上都带着这张四十年前的照片 全家人的 因为我特别喜欢后面讲的伊玛内利 上帝与我们家里边的每一位同在 他就能够产生一个外溢的效应 使得与我们同在的每一位 他都满满的有神的荣光 神的祝福 如果上帝和我们在一起 上帝帮了我们 我们就不必怕世界上 有什么样的风云变换 有什么样的疯狂宇宙 就不用怕了 如果上帝没有与我们同在 这个事情不确定 连得不够紧密 那恐怕我们自己就要忧虑了 所以这里说 以马内利欢出来 就是神与我们同在 这是祝鹏节的预表 祝鹏节 他有祝鹏节的故事 这个故事是从 立位纪开始产生的 那祝鹏节的故事是过去的 他的未来 就是上帝与我们同在的 真实的时候 我们现在有些人是能够感觉到 上帝与我们同在了 但是会觉得有点虚 有点虚幻 有点缥缈 不确定 或者是有些时候上帝与我们同在 有些时候确实没有与我们同在 那这是我们今天要去超越 要去更新变化 要去领受的 关于祝鹏节的故事 我想看一下 在立位纪的二十三章四十二节 你们要住在棚里七日 凡以色列家的人都要住在棚里 好叫你们世世代代知道 我领你们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 曾与他们住在棚里 重点是世世代代要知道 上帝怯着与他们住在棚里边 让他们知道 上帝是乐意与我们同在的 我是耶和华 你们的神 四十四节 于是摩西将耶和华的节旗 传给以色列人 他们每年都有祝鹏节 那么今年是 第七十个喜年的祝鹏节 这其实 我们应该说是七十个喜年 三千五百年 传到现在 这确切实实是按着圣经的立法 去计算的话 这就已经是满足了 一些预言要应验的时候了 所以这里边讲到 日期是一个兆头 那么当以赛亚说 大卫家你们当听 你们使人厌还 起算为小事 还要使我的神厌还吗 因此神要 自己给你们一个兆头 必有童女还养生子 给他起名叫 以马内利 就是神与我们同在 这是 在马太福音第一章二十三节 他的引用的 先知的预言 在那个时候算是应验了 就是童女生子的事情就显明了 而这个大卫家 为什么会使他们厌还呢 因为那些人 其实 其实这个 以赛亚上帝 跟他们给当时的君王一些警告 那些君王说 我不听 我信任上帝 我这些都不看 不听不看 把自己蒙着 说是信任上帝 其实看起来是信任 但是 他其实有些时候是逃避 我要跟听众们说的是 如果你是一个 跟上帝已经建立了关系的人 你要试一试上帝 你要认真的去面对他 诚实的说 我就是要来跟从你 但是请你给我一些启示 给我一些现象 每一个人可以来寻求他的 你故意不寻求 然后就说上帝不在 那么每一个人可以怀疑 但是你怀疑要去认真的去面对 好比说刚才洪辉在讲他的感觉 当然是他已经更新了 已经领受了一些见证开始有变化 但之前有些时候有人讲 讲一些见证的时候 他觉得这是巧合 可以的 你很诚实的心面对上帝是可以的 但是你要你要试试看 自己去面对 自己去寻求 寻求一种启示 上帝会给我们印证的 如果上帝跟我们是愿意建立关系 所以不要让我们自己不愿意去面对 以至于让我们的信仰变成很模糊 确实不负责任 刚才如果你有多的时间去 让每一个弟兄姊妹多做见证 其实他们会看到 其实在北京或者在福建 在各个地方 很多弟兄姊妹 当然不是说都啊 但是普遍的有很多非常非常优秀的 在事业上非常忙碌的人 他们就认认真真的去 面对上帝的事情 然后呢 他们上帝对他们就是 我们说活灵活现 就是很鲜活的 如果我们对上帝不认真 我看一扑扑他就看我没有 台湾话这样讲 我看他是麻麻糊糊 他看我也就模糊糊糊 所以对上帝是要认真的 我们讲祝鹏节的故事 那祝鹏节的未来呢 神与我们同在的未来 启示录二十一章第三节 我听见有大声音从宝座出来说 看啊神的藏目在人间 他要与人同住 他们也要做他们的子民 神要亲自与他们同在 做他们的神 这是启示录讲到 未来的时代 上帝所要做的 这个是对世界 对基督徒而言不是这样 对基督徒而言 他会先与我们同在 因为耶稣基督 就是把伊玛内利 显明在我们当中 神要插去他们一切的眼泪 不再有死亡 也不再有悲哀 哭号疼痛 因为先前的事都过去了 还是那么一句话 世界的事是世界的事 教会的事是教会的事 这些事情本来就应验的 做宝座的时候 看啊我将一切都更新了 又说你们要写上 因为这些话是可信的 是真实的 我特别强调的是 神的账目在人间 就是伊玛内利的应验 就是他的满足 其实在旧约 最后一卷叫马拉基书 之前有一卷 这个撒加利亚书 是专门讲末世的预言的 撒加利亚书的第十四章 就是最后一章 这里我来念给弟兄姊妹听一下 有一些话值得大家稍稍的警惕一下 所有来攻击耶路撒冷列国中剩下的人 必年年上来敬拜大君王万君之耶和华 并守住彭节 这是指着说 这个新天新地 这个地上的国度已经更新了 地上的万族 还不上耶路撒冷敬拜大君王万君之耶和华的 必无雨降在他们地上 埃及族若不上来 雨也不降在他们地上 还不上来守住彭节的列国人 耶和华也必用这灾攻击他们 这就是埃及的行华 和那不上来守住彭节之国的 之列国的行华 当那日马的铃铛上 必有归耶和华为圣这句话 耶和华殿内的锅 必如祭坛的碗一样 这些预言当然有很多丰富的意思 但不是今天的主题 我只想跟听众们讲 在一个特定的末后的日子 如果没有守住彭节 那么其实很多祝福会失去的 这件事情是还是说世界的预言 对于基督徒和世界的预言 很多是我们是出手的果子 这些事都会应验在 我们的生命里边 让我们经验过体验过 我们有了一种对上帝的经验和体验 他会流到世界上去 这个是教会是那充满万有者 所充满的 他的丰富的源头的意思 所以我们需要认识这个时代 将来是世人都要去与上帝建立连结的关系 而我们必须要先与上帝建立连结的关系 但是你要与上帝建立连结的关系 有他的前提 前提是什么呢 就是你必须要有条件 因为神是 神是欺瞒不得的 神是荣耀的 你见到他的时候 你如果说没有自己预备好 不是一个圣洁的状态 那么是会被击杀 会死亡的 所以守住彭节他的前提是什么呢 马太一章的二十一节 他要生一个儿子 你要将他起名叫耶稣 因为他要将自己的百姓 从罪恶里救出来 就从罪中救出来 我们都知道这个故事 其实就是玛利亚 他怀孕了 然后约瑟想要把他暗暗的修掉 天使长贾百列 就去向他显现 告诉他说 他是从圣灵怀孕的 上帝要这个兆头 就是同女怀孕生子 而你要把他取名叫做耶稣 耶稣就是耶和华神 亲自来成为拯救者 他首先做的事情 就是要把百姓 他的百姓 从罪恶当中救出来 我们是他的百姓 所以我们要守住彭节 我们要上帝与我们同在 要以马内力 你就必须要先去领受这个救恩 满足这个条件 而满足这个条件 其实是非常简单的 神同在的真理 就是要让道在我们当中 能够成为我们的生命 我想从照头 就是从一个预表 到真理 真理就是真实 就是实践 上帝要与我们同在 那请问上帝是什么呢 上帝是无所不在的 对吗 上帝是无形的 所以当上帝与我们显现的时候 应该是什么样子呢 对于一些肤浅的人 他们会感觉说 上帝就显出一个光体来 上帝就显出一些作为来 但主耶稣说 这个圣灵来了 就像风吹过一样 你会看见他的果效 看不见他的形体 而这个上帝的同在 其实一个比较具体的 就是他道成了肉身 住在我们中间 匆匆满满 有恩典有真理 让我们可以看到 这是耶稣基督所行的 一个预表 圣经告诉我们神是爱 爱我们感受得到 摸不到 告诉我们神是光 光我们可以领受 可以看得见 但他的光照 更重要的是一个无形的光 光照在我们心眼里 那么告诉我们神是灵 那灵我们就知道说 是眼睛看不见的 最重要的是 神就是道 道成了肉身的第一节 约翰一章一节 太初有道 道与神同在 道就是神 我想要和弟兄妹一起 来强调的 神是无形的 他能不能以有形的方式 来显现呢 他以有形的方式 来显现的时候 一定是显现在 已经存在的人身上 好比说神的灵 进到一个死者里边 那个死者去 显出神的作为 只有耶稣基督 他是清清楚楚的说 他是有神和人 玛利亚他有母性的基因 但是耶稣他没有从父亲来的 那样的基因 他就是神的道 神的话 所以这个道 在老子所说的话 道可道非常道 明可明非常明 无明天地之始有明 万物之母 就是从无开始的 当无的时候 他以这个 也成为有显现出来的时候 就是有一种观念 有一种思想 存在我们里边 我是想 我是要这么说 就是说 我们如果感受到神的同在 他其实你也可以是 有一种灵 在我里边 让我有一种身体的变化的感觉 但感觉会过去的 明白这个意思吗 你也可以说 有一种状态出现在我们里边 但这个状态也会改变的 最真实的存在是什么呢 最真实的存在就是 他的话 在我里边 成为我的思想 成为我的生命 成为我的荣光 这等一下我再来跟弟兄弟们说 总之 道成了肉身 我们可以去领受 但是他的前提是什么 前提是我们要去接受他的救恩 就是说 你需要让耶稣基督定十字架 他的作用 使我们对自己没有排斥 对人没有排斥 那对上帝能够爱 能够接受 成为一个能够接受的生命 换句话讲 耶稣基督的救恩 是我们能够道成肉身的前提 这是我们大家都知道的 所以我们引用一些经文 跟大家来看 使徒行传四章十一节 他是你们匠人所弃的石头 已经成了仿角的头块石头 使徒除他以外 别有拯救 因为在天下人间 没有赐下别的什么 明 我们可以靠着得救 其实这个明 就是上帝要让我们可以知道 可以理解到的 所以老子所说的 这个有物焚成 先天地生 无不知其名 这个智之曰道 明之曰道 强智之曰大 他是说什么呢 有一种存在体 他是浑浑浑浑的 不知道是什么样子 那我不知道他的名字 就给他一个 称呼叫做道 那勉强的叫他 他是什么呢 就是大 大约远 远远远远远 大约四 是约远远远远缓 他说什么 大 就是大到无边无际 那太远了 就整个的宇宙 但是他怎么办呢 他会缓 缓射回来 那我们就了解说 整个宇宙 他是因为有光体的回应 所以我们知道它是很大的 或者我们怎么知道 宇宙它有这个两百亿光年的宽度呢 因为它有光的回头 所以这个老子我们就不讲了 我告诉弟兄姊妹 其实这个明 就是让我们开始去理解到道的存在 这段经文 其实跟我们今天起应所念的 起应 耶和华是我的力量 是我的诗歌 它也成了我的拯救 这诗篇118篇14节 告诉我们 那么它为我们开了一道门 然后在第二十二节 就说将人所砌的石头 已经成了仿角的头块石头 这是耶和华所做的 在我们眼中看为稀奇 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 我们在其中要欢喜快乐 这些经文 其实每一节 它都跟我们想要传递的是 息息相关的事情 我们想要跟弟兄姊妹讲 在这里告诉我们 十五节说 在义人的帐篷里 有欢呼和拯救的声音 义人的帐篷所讲的 可以你把它连接在 祝篷节所给我们的启示 就是上帝与我们同在 什么是帐篷 这个格林多后书第五章告诉我们说 我们住在这个帐篷里 这个帐篷就是我们的身体 我们的身体可以有上帝与我们同在 而上帝与我们同在的真实是什么呢 就是道 而他的前提 是我们需要把罪过滤掉 主的道才能够进到我们里面去 白话文说吧 如果我们心中注重罪孽 如果我们对人有遗憾 对自己有难过 有恐惧 有紧张 有压力 那我们每天就混在那里面搅 我们就没有办法有一个清心 清心的人有福了 因为他们必得以见神 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给我们的救恩是 给我们帮助我们做一件事情 让我们的心可以清 我不知道你现在心清不清 我不知道你会挂虑什么事 如果我们挂虑任何一件事情 都是因为我们对神不是真的信 如果我们挂虑任何一件事情 其实都反映着一个问题 就其实我们里边有罪的权势存在着 耶稣的十字加以下 把罪的权势从我们生命当中除去 我们才可以在他的光中就得一千光 我们才可以让主的道充满在我里面 那我想我们今天重点是要跟弟兄妹讲 以马内利就是道成了肉身 主耶稣基督用他的生命 用他在世上的人生 他不仅仅是做成了十字架 他也给做成了十字架的救恩 他也给我们非常重要的启示 就是说其实一个神与人同在 到以马内利的生命 就是我有我的肉体 但是我里边有神的话 这个神的话在我里边有多么丰富 他才能够真真实实的 让我们有多少的满足 在他的右手中有满足的喜乐 才会有真正的满足的喜乐 所以我们今天的重点是要跟弟兄妹讲 这个马太福音第21章的 第一章的第21节 说主要将他的百姓 从罪恶里救出来 这是十字架的工作 这是我们要领受以马内利的启示 他的一个前提 但是第22节请看我们念 这一切的事成就 是要应验主借先知所说的话 在旧约里边已经有先知的话 有主耶稣基督的话 现在有主耶稣基督写在圣经的话 有我们在这里传递的话 不要藐视先知的讲论 要使得这一切事情应验 应验的重点不是别的 别的应验有什么意义呢 告诉我们说启示录的时候 说有七晚的灾 会发生在世界上应验了 应验的对你有益处吗 告诉我们说 会有新天地 新天新地降临 有一个非常好的环境 如果环境很好 而你的生命不好 那对你有意义吗 时代很好 就是你又病又弱 那又难过 对你有意义吗 所以应验的重点在于 以马内力 就是上帝要在我里面 这是上帝恩典的应验 而这个应验这个字呢 其实这个Plelo这个字 你在这里看你就知道 它是一个动词 那么它很多地方是 欢迎为什么 充满或是满足 因为这个字就是 使他饱足起来 这个字在希腊文的编号 4137 而它的字根是从4130 也就是充满来的 所以应该可以这样翻译 就是这些事情的成就 是要充满或是满足了 先知所说的话 这个充满对我们意义是很大的 讲到应验 其实还有另外一处 也是跟现在息息相关的 就是主耶稣在山上 试探山上胜过了二者以后 他被圣灵充满 他就下到他的故乡来 第一次传的信息 在路加福音第四章的十六节 到第十八节 请和我先念一下好不好 一起念来 耶稣来到拿撒勒 有人把先知以赛亚的书交给他 他就打开 找到一处写着说 主的灵在我身上 因为他用膏告我 叫我传福音给 那这些话是在以赛亚书六十一章 这里告诉我们 主耶稣基督下来 他所讲的第一篇正式的 在讲台上面讲的信息 他是预备好了 就打开了这段经文 那么重点是报告什么 神悦纳人的喜年 二十节说 于是把书卷起来 交还给执事就坐下 他念完了 他不讲了 这是一个饥饿行销的策略 对不对 他就不讲了 让大家 正等你讲 你讲的这些话真好 那要继续讲 他坐在那里 大家眼睛瞪着看他 会堂里的人都定睛看他 等到他们都注意力集中了 耶稣对他们说 今天这经应验在你们耳中了 众人都称赞他 并且吸其他口中所出的恩言 又说 这不是约瑟的儿子 约瑟的儿子吗 我们知道这篇信息很好玩 就是有一个转折 就又说那个说坏了 开始就按着人的眼睛去看了 他恩言就领受不到了 这个 但是这里边我要跟地方面讲的是 耶稣基督在那个时候 去宣告了喜年的应验 我有跟地方面讲吗 现在是喜年 是第七十个喜年 这是一个满足的时候 当时耶稣基督宣告这话的时候 说现在这经 就是以赛亚书第六十一章 应验了 不过是应验在哪里 应验在你们的耳中里 耳朵里边 他们耳朵听了 他们心没有领受 现在我们是一个时候 这话是应验在哪里呢 应验在我们的心里 应验在我们的生命里 应验在我们生活当中 又等一放眼 两千年又过去了 主耶稣基督在等候着 让这个 以赛亚书六十一章 那样的神的喜年 就整个世界的经济重组 整个世界的环境重组 整个世界的人心 这个神的福音要显出来的时代 这是一个应验的时候 所以应验就是满足 这个满足 在约翰福音一章十四节 就道成了肉身 住在我们中间 充充满满的有恩典 有真理 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 正是互读生子的荣光 充充满满就是 这个prelo那个字 prelo那个字的形容词 preres 那这个字就是告诉我们说 充满的状态 他刚刚那个是动词 这个是形容词 其实充充满满的 就是已经满足了他的状态 而我们常说的圣灵充满 那个充满是动词 这是我们要被圣灵充满 或者满有圣灵 那是两种状态 所以充满 他是一个动作 而这里充充满满的 就是他的状态 我们是要被充满 然后使他能够满有神的同在 所以这节经文 大家很熟的 你们要谨慎行事 不要像愚昧人 要像智慧人 要爱惜光阴 因为现今的世代邪恶 不要做糊涂人 要明白主的旨意如何 不要醉酒 酒能使人放荡 乃要被圣灵充满 这段话我们很熟悉 但是我们不知道 这个世代实在是充满了各样的陷阱 这个世代很多的资讯是越来越不可靠 这个世代完全浮在虚空的状态里 我们上 我去大陆之前有跟弟兄们讲过 其实整个是整个世界它的金融结构 它是好像纸牌屋一样 好像纸牌架起来的那个一个架子 轻轻一动就整个垮下来了 这个整个的经济结构的变化 是分分秒秒旦夕之间就要发生的事情 如果我们所靠的是无定的钱财 我们真的是非常非常的难过 那你说我有房产 你如果看中国大陆去看那些房产 那真是房产 产得不得了 到处就盖了很多很多的房间 到处都变成鬼城 理解吗 没有用的 如果我们有东西是丰富的 是充满了那个屋子里边 充满了人 充满了上帝的恩典 那个房产有用了 世界上的财务是无定的钱财 整个金融架构 它是非常不可靠的 你要知道你可靠的是什么 我们这一次去到许多地方 其实这一次也让我们 让我有一个蛮安慰的地方 因为我们弟兄姊妹去看看 看到北京的 看到各处的教会 其实他们的热心 那他们的对于道的认真 服事的热忱 是让我们很佩服的 不过他们也 他们陆续的跟我 跟我做了一个回应 有一些开车 载着教会的弟兄姊妹的 他们都跟我讲说 牧师我在车上 听到他们讲话 我都觉得说 你们这个台北教会的弟兄姊妹 那彼此相爱是那样的真实 他们从哪里看见我不知道 但他们确确实实觉得说 我们的弟兄姊妹出去 里面有一种真实的彼此相爱 我们在我们的教会里面 有一种真的是 这就是上帝的家 我想最近这个祭圣 有一些事情发生 各自有一些事情发生 对不对 我们能够体会说 这是一个神的家 神的家有神的同在 就有神的爱存在着 那这是整个的教会的 充满 整个教会的状态 我们个别的人 我们个别的人 我们需要在这里 要注意的 要怎样呢 明白神的旨意如何 要被圣灵充满 明白神的旨意如何 在罗马书第十二章的第二节 告诉我们说 不要什么 随从 这个 不要随从世界 不要效法这个世界 不要效法这个世界 只要心力更新而变化 叫你们察验 何为神的 善良存全可喜悦的旨意 不要效法就是不要随从 这个世界像一股潮流一样 会把人推着走的 他们大家在忙什么 我们也跟着忙 那我们要跟世界 跟生活 我们物价涨了 我们没有办法说 我不要涨 下大雨了 我们没有办法说 不下雨 我们是在这个世界里 但这个世界 是会把神的旨意 模糊掉的 你不要效法这个世界 你想要查验 明白何为神的 神的善良存全可喜悦的旨意 你要你做不到 因为这个世界的影响力很大 所以我要跟弟兄妹强调的是 你如果从第二节开始读 罗马书第十二章的第二节开始读 你就上当了 因为要从第一节开始读 第一节说什么 所以弟兄们 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 将身体献上 当作活祭 是圣洁的 是神所喜悦的 你们如此侍奉 乃是理所当然的 你只有在教会里面侍奉 去做该做的事情 你把自己和上帝的家绑在一起 你才不会被世界带着走 如果说我们对于 对于教会的侍奉这件事情 没有概念 我们很容易被带开的 我不知道这么说清楚吗 所以要明白 神的旨意的如何 如何的前提 是要这个侍奉 然后呢 要被圣灵充满 圣灵充满我就跟弟兄妹讲 其实圣灵充满 就是神同在的满足 他的意思 他的应验 因为神同在 如果是满足 神是什么呢 神是个灵 神是什么呢 神是道 我们刚才说了一件 说了一件话 神是无形的 你如果要体会到上帝的真实 那么有很多的方法 当我们说被圣灵充满的时候 我们常常感觉说 好像你充满了气 充满了能力 充满了一种感觉 但是无论你是充满了气 充满了能力 充满了感觉 有感觉 有作用 有能力 那些都会过去 那些是个状态 我不知道这么说清楚吗 现在我觉得吃饱了 我觉得很有力气 我现在我泡在浴缸里边 我很舒服 这些都是会过去的 我在之前 就碰到有一个弟兄 他陪着我 陪着我 陪我吃饭 那他吃得很开心 那么 我预备得很丰富 然后吃完了饭以后 他还带我去泡澡 那泡澡的时候 我是泡得很舒服 因为他泡澡还有刷背的 我常常不会自己刷背 但是他这样泡我 他里边也满了 这个里边也饱了 外面也饱了 他里边很丑苦 因为他的事情压在他身上 对上帝没有信 所以你如果是身体很饱足 我讲的是 如果你的圣灵充满是 藏在你的肚子里 藏在你的身体里边 这现在我精神充沛 现在我状况都好 这些会过去 今天这个信伦刚刚带我们 唱一首诗歌 诗歌讲说天地都要汇聚 而什么 他的话长存 因为只有主的话 变成我的思想 变成我的人格 变成我的信心 里边有主的话 在我里边的时候 我才能够在 你吃不吃饭也好 泡不泡澡也好 活着也好 死了也好 我都是主的人 我们最近碰到 很多生死的事情 它会变化的 环境会变化的 你里边有没有信很现实啊 我活着或者死了 我都是主的人 所以我到哪儿就坦然 而且我知道有上帝的话 我做什么都能行 这是生命 你里边要充满的是什么 充满的 如果不是充满了神的话 那么其实一切 都不会变成生命的 我不知道 听得懂吗 所以这个 祝福节 祝福节那一天 最后的做一件事 节期的末日 就是最大的日 耶稣站着高声说 人若可乐 可以到我这里来喝 信我的人 就如他 从他的腹中 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 耶稣这话是指着 要信他的人 要受圣灵的 要受圣灵说的 因为那时还没有 赐下圣灵来 因为耶稣尚未得到荣耀 这个灵是什么 叫人活着的乃是灵 肉体是无益的 在肉体里边的灵 在肉体里边也是短暂的 我对你们所说的话 才是灵里边有生命成分的重点 祝福节的最后 节期最大的末日 你要户中流出活水的江河来 什么叫做活水的江河 我想我们弟兄姊妹出去 你要去体验 开始我用尽的方式 用尽一些努力 好比说这一次 这一次我们在福建 基本上感谢主 就让我们在很顺利的 每一位都上台去做了分享 每一位都去讲 那这个 比方说洪辉 第一次出去 第一次被安排讲信息 其实老实说 在别的教会 不容易有这样的安排 我们要你们大家去体验 对不对 就要让你户中流出 活水的江河来 但是你户中是什么 户中柴米油盐江煮茶 户中是名牌 户中是股票市场 那里面没有神的话 没有这对上帝的信 你能讲出什么来 常常座谈终日言不及意 懂我意思吗 要有神的话在我们里边 所以神存在的充满 被圣灵充满的实践 我要告诉我们弟兄姊妹说 神的话就是灵 就是生命 你被圣灵充满真正的目标 不是在于那个感觉 而是在于你里边 有满满的上帝的话 做成你的人格 做成你的思想 要去做的 而这个是每天 我们要用尽一切的方式 去做 刚才我们说 我们弟兄姊妹有爱 爱是有了啦 对上帝的信基本上也有了 话是不是很足 神的道是不是很足 这是你现在要面对的考验 刚才我们所读的 路加 这个以弗所书五章 十八节说 不要醉酒 酒能使人放荡 那要被圣灵充满 要怎么被圣灵充满 我们在福建 那有一个姐妹 叫做彬彬 她很可爱 但是她就跟我问了问题 说怎么样才能被圣灵充满 我就跟她讲说 在十九节二十节 那你们看十九节 说什么 当用书章颂词 林哥彼此对说 口唱新贺的赞美主 凡是要奉我们 主耶稣基督的名 常常感谢神 又当存敬畏基督的心 彼此顺服 其实这些话 这几节 二十一节到十九节 你可以用一个 倒数的方式来形容 首先我们要存着 敬畏基督的心 看重这个事 彼此顺服 然后我们就能够 奉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名 常常感谢 当你有常常感谢的时候 你就能赞美 但在赞美的时候 是要用诗章 颂词 林哥 都是写着主的道 然后彼此对怎么样 说 你要说 当你在说的时候 你里边有 你要说 然后口能够唱出来 心就能够呼应 口唱新贺 这是使你的神的话 充满在你里边的非常非常重要的方法 其实相应的哥罗西书三章十六节到第十七节 请大家和我念一下好了 当用各样的智慧 把基督的道理 丰丰富的存在心里 用诗章 颂词 林哥 彼此教导 互相劝戒 心被恩感 歌颂神 无论做什么 或说话 或行事 都要借着 耶稣 基督 借着他 感谢父神 这个十七节 我还是告诉 跟弟兄妹说 你要预备一个状态 然后十六节 就是什么 就是要实践 刚才讲灵 这里讲了 把基督的道 丰丰富富的存在心里边 怎么存呢 用诗章 诵词 林哥 像今天 今天这个 这个 这个 信伦 带我们唱诗歌 第一首 这十篇 四十二篇 那我们大概不知道 好像信伦也没有介绍 就是信伦自己做的 做曲 那词呢 词就是圣经的 那我们就唱 口唱心喝 用诗章 诵词 林哥 把神的话 宣读出来 彼此教导 我们在做什么呢 在这解释 就是彼此教导 互相劝戒 使得我们的心 能够常常被恩典所感动 那这是使我们 被圣灵充满 非常非常重要的原理 我想 只能够跟弟兄妹讲到这里 我要跟弟兄妹讲 末后的世代 是祝鹏节的时代 如果你没有进到祝鹏节 很多的灾害就会来到 像埃及一样 连恩与都不下 你很多时候 你会搞不清楚说 为什么我的日子不好过 我跟你讲 我看很多弟兄姊妹 很麻烦的 我接触很多人 他们其实原来的人格都不错 对人也很有诚意 但是光是人好 没有用的 不够用的 因为他们常常 人格啊 性格啊 都很好 但却是常常想错了 做错了 走错了 很好的人 但常常心里面打结 对一件事情 常常 对的事情 他想的扭曲了 像今天美金姐 在跟我讲一个人的事情 那我们就感觉很遗憾了 因为他是很好的人 但是什么呢 明明他应该要正确的想 他想得 人家爱他 他把他想成害他 明白吗 然后就越想就越可怜 越想就越痛苦 为什么 他里边没有神的话 所以他被这个世界 很多东西 世界的灵 所影响 活不好 你只有让神的话 在我们里边充满了 我们一切的思维方式 都按着上帝的方式在想 你才会想得对 你才会做得对 你才不会走 不会走错 我不知道 我很想努力的 跟弟兄妹讲这件事情 请我们一定要记得 所以我们说 祝鹏节 他的寓意 就是要我们于马内力 他的启示 就是让我们知道 靠着耶稣基督的救恩 要去让道成肉身 道成肉身的方法是什么呢 让我们用诗章诵词 灵歌 彼此对说 口上心喝 心被恩感 那好好的把神的话 充满在我们里边 你现在什么都有 什么都可以有 有没有神的话 在你里边 成为你的生命 要认真想 时间没有了 不要被这个世代 所影响 成天心里边 所想的是什么 如果你能够 努力的去整天 就去背诵神的话 还不够用了 我不知道我怎么想 整天努力的去背神的话 可能还不够用 那你有那么多 可以忙吗 我只能够很认真地 跟弟兄们讲 这是进入 伊玛内利的时代 我们要建立起什么 道成肉身的生命 好不好 跟我把这两句话念一下 进入伊玛内利的时代 建立道成肉身的生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参加 你说这节奏 稍后 不准是 终不解